哎呀 这个混账小子 他一直在扯淡 扯淡 把所有电话都接过来 接过来 快点 五两号灯 请问您好 您要有五两三号灯 二十号号灯 初总 警察总队准备完毕 发入一台私药器的速度 是 喂 私药器有什么动静吗 好 知道了 初总 四一七的电话挂断了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电话打进来 那情况就不对了 马队长 初总 目标进入酒店之后 有跟什么人联系吗 目标进入酒店之后 一直在我们严密的监视之下 他若和别人有什么接触 我不可能不知道 不可能 不对啊 再想想 不要丢掉任何一个细节 对啊 我想起来了 初总 刚才那个人 是跟在一个服务生的后面上的楼 他是给客人送烫鞋好的衣服的 他一定是洗衣房的 马上把那个服务生给我抓起来 是 等一等 控制酒店所有客房的客人 没有允许 不得出发 是 是 的人 别动 别动 坐下 前先生 你好啊 您是 徐隐处 借过借过 军警警察处对徐处长 真是好记性 准备起来 身为教授可真能装 你给那个服务生了多少钱 把那封信又送到了几号房 你说 我不懂了 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钱教授 你说啊 你是个大教授 一个做学问的人 怎么突然玩起政治了 这是在玩火你知道吗 我真不想让你的皮肉受苦 说吧 余磊在几号房 我不明白 你的眼神就告诉我 你在撒谎 我换一个角度问你 你到酒店来干什么 做学问 这你还真说对 我家附近 最近正在把防疫共事 一天到晚轰轰轰 所以啊 我就到这儿来清静几天 怎么 这也违法了 不违法 违法 你说你到这儿来看书 这家伙 床里拉着 你不觉得光线有点暗吗 先生 吃点 想打去 紧张了吧 我就说嘛 在这儿附近哪 一定有人 等着你给他拉窗帘 发一个安全的信息 他好和余磊建议你 是吧 把枪都挪开 怎么这样对待教授 好 进来 初总 这就那小福生 进来 进来 走 走 是 余磊在哪儿 余磊 把枪杀 抓住余磊 余磊 余磊 初总 初总 我可以肯定地说 目标还在反定 马上组织人排查 是 你能怎么样 还用问吗 当然是只许进步许出了 看什么呢 自己人 你是哪里人也不行 尚风有任务 我有我的任务 你耽搁得起吗 知道联络的口令吗 毛沟 海音 请 初总 刘军长巴黄说 一切正常 只出去了一五十五军的一个谍报员 他有蓝色派死 也对上了口令 口令是我刚刚制定的五十五军的谍报员怎么会知道呢 接受他 开启 是啊 我给你肯定开枪 你干什么 绝对我给他开枪 过去 我给你肯定开枪 站住 站住 快追 我们的证据还没有抓到 如果把市长再打死了 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他说得对 执行 是 我现在感兴趣的呀 你说这鱼雷它怎么会 这么快就搞到了口令 还有那盘色派死 哪来的 报告了吗 好 报告 进来 坐 对于这次行供失败你怎么看 无非是八个字 共党内奸通风报信 马队长 我知道你对我有气 但是如果不是处座下令严查 这得罪人的活谁都不愿意干 所以你没必要打官枪来搪塞我 慶剑 小会长 我有什么说什么 处座早就让你查那件 你又查出什么了 查出什么没查出什么 我没必要告诉你 需要你知道的时候处座会掌握 东北饭店行动失败 你难辞其咎 鱼雷从你的眼皮底下跑掉了 应该做出解释的是你 他有蓝色帕子 又有行动的口令 这是我所能知道的吗 那不重要 结果 结果最重要 结果是你失败了 失败的后果 你应该清楚吧 这个你也不清楚 在没有任何证据之前 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 你有没有单独行动过 我没有 我的一切行动 都在兄弟们的眼皮底下 你呢 您有没有单独行动过 马队长 在这个房间里 只有我可以提问 而你只能回答 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下一个 行动开始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 我在厕所 当时肚子有点 有点不舒服 这您都是知道的呀 你也打算把我也扯上是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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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哥大 我可没这意思 谁能证明 料我 料我能证明 下一个 报告 进来 朱总 查詢的事进行得怎么样 每个人都问过了 没有发现疑点 这是报告 我 不打扰你了 小乔 行动开始的时候你在什么位置 我和马队长一起冲进了312房间 这个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312 你怎么会知道雨雷在312房间 我并不知道这是怀疑 凭什么怀疑 我在总机室的时候 间听到一个可疑的电话 当时大家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特使的身上 所以就到312房间去查 查完了之后又碰到了马天成 是吗 不 我还没有来得及查 马队长就冲上来了 我知道了下去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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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队长 请把我的枪还给我 什么枪 我不知道 可是谭民说 我没时间搭理你 滚蛋 马队长 请你振作一点 这次行动失败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请你无论如何 振作起来 你教训我 你不是吹牛说只要他一张嘴 你就能听出他的声音吗 你听出来了吗 你就是放屁 我再说一遍 失败的男人也是有尊严的 请不要羞辱我 尊严 你有什么尊严 你信不信老子一程逼了你 马队长 这次行动失败了 不光你生气 我也很生气 生你的气 生我自己的气 尤其生那个内奸的气 但是 我不会把枪口对着你 马队长 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八路是鱼类 你可以饶下我的无脑 但是你不能杀死我 因为我还要留着这条命 亲手把鱼类抓住 你能有把握 你不行 我可以不说 我们打一个赌 如果你输了 这把1911归我 就怕你没那个本事 我需要你的帮助 帮助 帮助 陈光 不好意思 我脾气不好 没关系 我过去的脾气 更糟糕 我过去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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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不过我看乔兄 有几分面熟 离开沈阳前 您也在北平 北平 您过三十一年 您也在北平 咱 三十日 您应该去过太阳吧 窗口 这好像不该理论吧 正好就不该理论吧 正好就不该理论吧 天朝啊 我跟你说啊 来来来 我那把书 走了 你坐这儿 那张蓝色拍子 还在你身上 在啊 都用完了 人都从北平回来了 那就好 快点还给我吧 我这次要倒霉了 一发出去多少张 也就五六张的 也就五六张 那就不少了 妈的 这要是真查出来 是从我这里传出去的 那是要掉头对的 我查这件事情 你怕什么 算了算了 我回家里面 哎 兄弟 还是把它收了吧 哥哥求求你 这个事 可千万千万不能行 别摟不出去 你我兄弟一场 我能挖坑让你掉吗 那就好 那就好 没事 老鹏 老鹏 嗯 老鹏 老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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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鹏 这段时间把我担心坏了 有惊无险啊 这次 要不是我们的那位同志 及时营救 后果不开设想啊 来 他完全可以信任 你大可放心 过来喝杯水吧 嗯 给 你怎么回来 去莫斯科三年了 我每次都在想我们见面的情形 可真没想到 就在这里咱们又见面了 嗯 我有时候还要往坏处想 你也许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嗯 病都好利落了 嗯 非常健康 嗯 我真没想到 我们还会有今天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好 其实 你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我就知道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实的 虽然为了工作 当时我不便土漏 但是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会亲口告诉你 这次来沈阳 我计划多待一段时间 真的 可是待在这儿太危险了 上级同意你留在这儿了 嗯 不 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既然来了 就不能急着回去 要把群众发动起来 为最后的胜利做好准备 形势发展得很快呀 这座城市 很快就要回到人民的手里 我们 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这一天 我们等了多少年呢 现在终于就要盼到了 老鹏 那你必须答应我 你必须非常地小心 李洛 你想过没有 这次行动的暴露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想过 可是 就是处在东北大学 你也这么想 从现在起 必须断绝和那边的一切联系 最重要的是 要断绝和你妹妹的联系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采取必要的行动 胡说 胡说 别打了 求求你了 我受不了了 你为谁干了 我是卑馆的服务师 这 为兵馆干活 就干了一年呀 你们要不让我干 我就再也不干了 我让 你怎么什么都没写啊 你让我写什么吧 他什么都没说 他刚才不是说了写吗 马队长 没有必要把你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 你什么意思 很明显他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他只是个孩子 规矩就是规矩 不管什么人进了我们保密局 他能够完好无损地走出去 这就是坏的规矩 事情要分轻重缓急 林小姐 你说得对 我对他只是略加惩戒而已 其实 问不出来也都无所谓 好吧 待会等他醒过来 交保放他走人就是了 如果问出来什么 老价 你自己寄吧 林小姐 小娘 有进展没有 没有 我真想不明白 怎么有人喜欢干这种事 马天成真是个疯子 还是上品说得有道理啊 他不过是个孩子 那小娘好死了吗 教授还活了 市长也会死的 他没生命啊 只有市长能救他 马上给市长打电话 打造舆论 给当局市家家里 越快越好 是 天长 马天成把那个小服务生给处置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骂他 他可真下得了手 那还是个孩子 双面兄 你有同情共党的嫌疑 这很危险啊 你别跟我打管家 我看 为这事儿 林小姐都跟她翻脸了 不光是你 我也很吃惊 你也很吃惊 林小姐的为人 你还不清楚 其实 林靖的另一面 恐怕没有人能真正地了解 从林靖打了马天成这件事情上来看 他似乎不是一个完全冷血的动物 单从他的档案内容来看 到沈阳之前的经历似乎相当平淡无奇 民国三十年 毕业于武汉青年电信训练班 民国三十一年 在重庆参加过维基三周的行动短讯班 潜伏上海 做谍报工作 直接受代老板领导 抗战期间 只搞过一些无关紧要的商业情报 往来周旋于日桥和发战争才的西方商人之间 但是不难看出 这份大案完全是伪造的 他试图掩盖真相 可是 这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怎么搞的 连这样一件小事都搞不定 那么的天下皆知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你就马上把人给我放了 挽回影响 我知道了 我马上放人 我知道你只是个替人跑腿的 可你没打算搭上自己的性命吧 你只不过是个小角色 小的我对你根本就不感兴趣 只要你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你就没事了 现在不说 以后恐怕没机会 我恐怕没机会 我恐怕没机会 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 别以为你是市长的人 我就不敢动 别逼我的牛刑 进来 好 好 本队长 出座命令放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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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找到了 快 把他记起来 一人五三 冬七八二 冻冻九三 冬七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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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七八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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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七八八八三 冬七八八八八三 冬七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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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跟林静在一起吧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什么时候你的侦查技术有进步啊 你别跟我打岔 你是不跟他在一起 你别忘了他是我们的敌人 我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这关系到我下一步的工作 什么工作 还非得喝酒 我看你们谈的也不是什么正经事 你就是以工作的名义徇私情 王文强同志 不要乱扣帽子 不要乱扣帽子 还徇私情 你跟他有没有私情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用得着我说吗 你老实教育我 你看看你自己 乔天朝同志 你好好想想吧 怎么是你啊 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只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什么忙 下次你在给马队长送情报之前 我希望你先给我送一份 你 你知道我跟马队长的关系 别以为你跟马天成之间的这点事 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 这些事情根本就瞒不了我 我 hump的实力 结果跟马队长痴 云野 领压 躲在空中 诺言又在耳旁 你悄悄起程 诺言又在耳旁 你悄悄起程 我是浪漫 分享在渔远中 多少次梦往里 与你亲戚 灿烂人生 寂寞如彩虹 相对却难途真情 留在我心中 你的声音 慢慢上演 与我同行 你的笑容 你的眼睛 燃烧着奇迹 夜空 留在我心中 你的声音 慢慢上演 慢慢上演 同行 燃烧着奇迹 夜空 都很难途 我心中 都很难途 你懂得